观众朋友们 是大龙和大明来相亲 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 发现这个问题了 这个名字有时候 比较亮的时候 别人比较好记 来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 这个观众席都有多少 是单身请举手 我正说呢 谁不知道韭菜姐呀 您来录这么多次节目 您还没找到合适的呀 没有 都是大叔那辈的 您觉得多大年龄 就不算大叔辈的 65以上就大叔辈 哦 那就说65以下 先生您好 您多大年龄啊 66 您来过选择 2011年 你知道你为什么 没找到合适的吗 现场犯困了 因为那天我一气动一宿 我又没睡觉 哦 他喜欢起一鸣 你给他起一个 哦 喜欢起一鸣 特别希望像韭菜姐那样 是 让谁都知道 有一韭菜姐是吗 对对对 那你就叫韭菜哥呗 行 听得像一对 我们非常希望 在我们观众席中 每次都能够产生火花啊 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 哎呀妈 你们仨都戴眼镜啊 对 我们三个人 那两个是近视镜 一个是老花镜 我这跟王党那个不一样 一号女嘉宾啊 非常的优秀 在我们候场 候了很长时间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今天的一号女嘉宾 哎呀有吃的 您好 您好 欢迎您 大家好 您好 欢迎您 欢迎 王老师你好 你好 王老师你好 邹老师你好 寿司 寿司 番茎 番茎 寿司 我不带吃 我这姑娘爱吃的 一号姐啊 你觉得他们三个 谁的眼镜好看 王老师 我有 有品味 有追求 有理想 有眼神 你的爱情问题 抱在他们身上 很有朝气的一个女性 她可能不是咱们北京的人 她多大岁 我们也不知道 年间五十五六 这是什么资格证啊 行业证 高级 这是一个新型的行业 就是那个 我们哺乳孩子的时候 没奶 就为他们解决一些 就是痛苦 她这个年龄 去选择一个新的职业 去充实自己 不落伍 不脱离社会 从心理上来讲 是很年轻 也很健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号大姐的 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徐静 今年53岁 黑龙江人 离异 国企退休 我有一女儿 现在已经独立了 我是一个善良 开朗 热爱生活的人 平时我坚持晨练 打打太极拳 每天都会把家里收拾得 干干净净 今天来到选择 我想找一位身体健康 无不良嗜好 善良豁达 有责任感 呵护我 爱家 无经济负担 年龄在62岁以下的男士 相伴 共度 晚年 我五十九 这位女性好像是 在所有的标准上 是比较理性的 也是比较清晰的 您这选择语录 基本上把你能想到 都写上了 你来往那看 那有你家亲戚吗 有亲戚团 那男孩是谁呀 未来的孤儿 现在叫阿姨 其实因为那个 九月份才举办婚礼 但是心理上 就是没给改口费 所以不叫妈是吧 不光是钱的问题 阿姨怎么样 平时对你 对我好 而且跟她待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轻松 这是你女朋友 对 我女儿 在2003年 考上北京大学 现在是硕士研究生 毕业 已经工作了 太棒了 我今天能取得的 这些成就 80%都是我妈妈 都是我妈妈带给我的 孩子的这种 就是成才的回报 对于母亲来讲 这是母亲的一种成功 这位女士 这个女嘉宾 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性 自立的女性 她那也是闺女 我挺羡慕她 我女儿是跟着她爸爸 妈妈这些年把你一个人带大 应该曾经吃过很多苦吧 对 我爸妈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 一直是我妈妈独立照顾我 可以说是家里家外一肩扛吧 她的人生态度非常的积极 就是从来没有放弃 对事业的追求 还有对生活的希望 她其实生活中是一个特别乐观 然后人生态度特别积极的人 然后家里面呢 也布置得特别有这个 很温馨 有生活的气息 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很乐观 很有情调的一个女性 我能感觉出来 妈妈一直在忍着她的眼泪 其实您不用忍 我倒觉得 您什么样的状态就挺好的 我们这一般就想哭就哭 对 我们就就只不缺 您还可以抱着某一个您喜欢的人 哭一本 谢谢 来到选择这个舞台 就像回娘家的事 应该说上一段婚姻对你来说 肯定不是特别美好的 因为我看女儿在谈的时候 一笔划过 说明那一段婚姻中过得并不幸福 走到这个年龄了 我认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那只是婚姻 一段生活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她呀 因为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 就是到年龄了 好像还结婚了 经人介绍 然后就组成了家庭 才知道自己不适合 不是自己想要的 有孩子了以后 你就要为她担起这个责任 最后还是失败 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吗 那就不用说了 就是经常的 一个男同志要真心想打你的时候 你适合一个女的 可能是 也就是说你遭遇了家庭暴力 我曾经租了三个月 三个月 是骨折了吗 头部脑震荡 损伤 天哪 它是用手打吗 还是用东西打的 每次都不一样 也都有了 还不止一次啊 我们的战争 就是说难听一点 就十年抗战 这么厉害呢 那是肯定的离婚 你真的要 没法过日子 那时候 我也就不知道 有维运的离婚 我们的预警 有人一定会脑 很快 离婚 我们的预警 我们的请人 那不是 我 是 阿姆 Freunde 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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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满足了 关键是他心里的接纳你 你看王老师一说话 他也就 所以就要看看我们今天的大龙和大明 都属不属于您喜欢的类型 来一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王方 这个我们都关你跳龙哥您看怎么样 很多年都有人这么称呼 但是我这么称呼现在有点江湖味道 龙哥您这个属于长得帅的吗 一般人 属于有才艺的吗 没有什么特殊才艺 您属于那个对女人温柔的吗 应该说懂得什么节点去温柔 你的长相就你多年的判断 就你比我怎么样你觉得 咱们可能算一个等题吧 你要长成我这样 你今天希望自由在眼前 谢谢你姐 那得你开朗 很自信呢 其实很多女人就是喜欢这样的男士啊 很开心 挺活的 龙哥 你好 这个今天来这里有信心吗 应该有信心 应该有 这个您希望找个啥样的呀 这个标准很难亮化 各位单身女士请举手 您好 您好 见过是吧 来过 来过来过 是 这个听龙哥的声音觉得怎么样 挺儒雅的 挺儒雅的 我觉得不错 挺好的 这好像是那老师吧 来龙哥 您好 您觉得这类型的行吗 好像应该是李老师吧 哦 您还认识我 啊 等会等会 你怎么知道他李老师啊 因为有一期节目吧 偶然之间 我看了一段 我看的那个时候 正好是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 他正好才艺表演 不是 您想 我想问一下 您不会今天是奔着李老师来的吧 李老师来了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别别结吧 别结吧 哎呀 肯定就是看完了以后 走心 也可能他跟你有印象 我们的一位音乐老师 那次录完节目 节目播出之后 反响应该挺大的吧 全校全知道了 都告诉我表现非常好 就是我走的马路上 真有那个 跟那粉丝似的 我见过您 是不是您上电视了 哦 我想说不是 我来 不好意思说瞎话 我说是是是 我对他比较有印象 特别是那天 他一唱歌 我一听 这是科班 对吧 生意非常好 就一下让我想起 我前妻 然后 后来他说首诗大毕业的 哦 我说这就难怪 呦 我怎么一说李老师 你哭了 气的呀 哈哈哈 你看看那事整个 你这种做法就有问题 他觉得你把目标转移了 你就扯龙哥 你扯完龙哥 你扯完龙哥 你也不问龙哥 对这边是啥情况 你直接就奔着李老师那去 所以你这个 你就掌握尺度 你们现在就 制片人有问题 主持人我觉得也有问题 对不对 你完全可以 马老师制片人 我主持人 就可以了 你们俩就下掌就麻了 对不对啊 干嘛你弄得起 现在我们先稍微停一下 然后制片人跟主持人商量一下 最近这个节目里 嘉宾话太多 但是不是该换呢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换一个就够了 哈哈哈哈 你看我拼命地把你往上推 你是拼命地往上把我踩下去 我是肯定要保你 你觉得你踩我有意思吗 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 你拼命地帮她 她拼命地扣你 你什么人 行了行了行了啊 停 在刚才那过程中 我突然发现 这女士是挺幽默的 就她在计划的时候说 你都把这个话 转到那位女嘉宾那了 所以我哭了 这一句话 其实我在跟她开玩笑 她就是眼睛有点难受 擦擦 那么这一句话说明 她其实挺爱 开玩笑的一个人 东北的女性啊 我觉得那片土壤 就会让很多女性都很开朗 很开朗 没错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您坐在那 必须得看您 您到台下去了 大姐就看王导 一看王导 就想哭 来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一号男士刘大龙 五十九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丧偶 职业外贸公司退休 选择语录 找一位温柔贤惠 有爱心 有包容心 心地善良的女士为伴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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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个等级吧 哎呀 你好 你好 一号李嘉宾 你好 您是今天腿不利索吗 我这前一日子 电瓶车碰了一下 电瓶车 电瓶车碰了我 电瓶车你陪人家了吗 他碰我了 应该他陪我 不是把电瓶车 给人装坏了 对对对 这个所以这样 这段时间走路 都有点不舒服 今天阴天 阴天就好 对感觉有点 这估计过一段时间 就能好吧 应该没问题 但万一要结婚的话 估计走路没问题 如果女士看上我的话 稍微缺一点 他还问题也不大吧 哎呀 太自信了你啊 能够那个随机应变吗 对对 应变能为强 应该说挺有气质的 可能是挺有内涵的吧 可能看上去吧 和他的年龄比较相衬 北京人是吧 北京什么胡同的 北京石门胡同 就是国家大圈旁边的那条胡同 新华门再往东路南 北京人 这属于是非常黄金的地带吧 当然了 六十万就到天安门了 对啊 对 那您小时候就天安门边长大的呗 应该是吧 看得出来 他的工作环境 还有他的那个小见 应该是很好的 随便交流一下 和什么都可以 好 开始 你好 这个刚才我在后面看到了您的有关情况 我觉得您不是从内在来讲不是一个强势的 而是一个自立的 可能您有很温柔的一面 只是生活 活力 形成了您一种很自立 实际上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优点 谢谢 您是什么呢 我是属蛇的 属小龙的 叫了个大龙 但是我生日非常小 你去上了 你孩子几个 我们这代人都是一个孩子 都是一个 男孩女孩 我是女孩 不错 成家了 应该是成家了 应该是成家了 没有正式伴手 但是 不是 什么叫应该是 那您家这孩子成家了吗 应该是成家了 从法律上来讲 就是没登记 还没有正式成为夫妻 所以就是说应该是成家了 就是定了已经 您的女儿做什么职业 我的女儿现在在邮政银行 那也挺好的 女儿需要你照顾吗 不需要 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照顾我 你女儿照顾你 指的是衣食住行吗 还是身体方面照顾你 我怎么说呢 你直说 因为我第二个妻子走了以后 她走的时间不长 就是说您结过两次婚 对 我也会过两次婚姻 那第一次是离异 第一次也是丧 是吗 也就是说经历了两次 很悲痛的事情 对 所以这次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他们感觉就是 我有点走不出来 毕竟年龄段不一样了 你的生存环境也变了 那么这次可能比上一次 走出来更难 所以他们基本上休息的时候 都要每天过来给我做饭 然后陪我吃完饭 然后他们才走 一般女士要听这个 有点想法 刚才我一看她表情 就看出来了 对你 她一说两次婚姻 全是散 对你就往那边一测 没看 第二个看法 其实在刚才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了 这位女士的可爱的地方 就是说 当她一听说一些 两位妻子都去世的时候 她的表情 就是立刻都写在她脸上 说明在生活中 是一个喜怒行于色的人 就是您的那个表情 当时可能会让先生尴尬一下 因为您可能也没想到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了解 她具体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即将离开现场 有什么才艺吗 请王党跳个舞吧 哎呀 请王党跳个舞吧 挺好的 我会跳 但是我现在没那种机会 我也不去找那种机会 你看我是每年 我们院里边老干部 读书班 然后那个 有这么一个聚会的机会 五天 各位女士即将离开现场 有什么话对先生说吗 祝你选择成功 好 谢谢 再见 您对这个人整体的印象 感觉还可以 人还说不错吧 看你就是听到这先生 有两个婚姻的时候 您那个表情 是那样的 你什么品质 觉得人生也真挺不幸的 这样的伤心事 都让他改上了 另外也有点想法 这是您的那个 对 当年的贴婚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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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灏目 明镜与点灏目 周老师 赶紧回来撑下场 要不然的话他们俩老欺负我 没事 多挺 多好 真是我们这怎么样 开完票的时候 就是您说外在能再好点 要再高点就好了 您多高啊 我当时一米八零 今年提前好像抽了一米七八几了 您多高啊 一米七一 您觉得个是最重要的 个无所谓 关键的这个内在 实际上我们这个岁数 就是踏实实了 没有任何的想法了 有时候第一次婚姻 可能有些东西不懂 或者是说年轻 没有体会到 那么当我走入第二次婚姻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些东西 你就自然而然的去弥补了 后来在哪一年有了第二段婚姻 06年 就过了两年之后 女儿当时支持吗 非常支持 她妈妈走了以后 时间不长 孩子就跟我讲 说老爸 你可以再重新选择 只要对你好就行 我无所谓 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 你就认识第二任妻子 对 是别人帮你介绍的吗 没有 平面媒体 报纸上征婚 对 当时有一个 现在可能连报纸都没有了 然后您就征婚了 对 她就应征了 对 而且看着很年轻啊 是 她属龙的 她走的那天是她49周岁生日 11年她就是突然偏头疼 又是脑梗吗 不是 她这次是癌 她叫做线性立细胞癌 从确诊到走将近一年吧 这个原来没有这种体会 因为敌人妻子走得非常快 这次面对她确实很难 就是说 这么一个阳光的人 她的生命迅速到底时 你每天都在看着她 走向死亡 每天她的形象都在衰退 但是你在她面前又不能流露出来 这个确实很痛苦 你在替她数时间 您会不会有那种时候 当她睡着的时候 坐在边上看着她 我会抚摸她一下 等她睡着的时候 然后去看她 包括在日常生活中 我要尽我所能 就是刚开始做放浆水 有一次她说要想吃馄饨 所以我就去馄饨喉 买了一碗馄饨 给她送到医院 结果那天还赶上 七月份那个大雨 路上就是骑自行车 最后都骑不动了 只能在桥里下背 虽然她那碗馄饨 她只吃了五个 但是我觉得 总比速冻的 要能体现我一份心情 最后离开的时候 你在她身边吗 最后离开那一刻 我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女儿在她身边 我女儿帮她穿的衣服 她最后知道她要走了吗 知道 在临走的前一天 我就说 我说你是不是到大床上来 她就 她点头了 我和她 我和后女儿 把她移到大床上 那天凌晨 她就开始抚摸我 我就把她拥到怀里 实际上 我感觉那是一种 最后的回荒反正 我把她拥入怀里以后 下午三点到中 她就失去知觉 我不得不把她送到医院 然后九天之后 她就走了 您能够比较快的 想明白这个事情 就是走的人已经走了 活的人 我们还要好好地活下去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应该是十年之内 送走两 送走两位 而且 每一次对于您来说 都会是一次 重重的痛痛的打击 马老师 我们在心理学上讲 痛失这样的伴侣 应该说 对人的心理来说 是伤害比较大的 是吧 对对对 丧偶这件事情 是我们所有人生事件中 排在第二位的 第一位是丧子之痛 第二位就是丧偶 一般而言 会有几个阶段 首先不承认这是个事实 为什么走的是他 我宁愿替他去担待这一切 甚至出现幻觉 走不出来 别人怎么劝都没有用 这个阶段 长短地跟自己的心理状态 有很大的关系 再之后觉得很悲剧 这个悲剧以后 我的生活怎么办 开始想我自己 以后谁来照顾我 万一我生病的话 会怎么办 第三个阶段 就属于走出来之后 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状态会好一点 他们这个是眼朝着 他的自己的亲人走向死亡 我这不知道 上午还好好的呢 中午就给我来个消息 有几个细节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 在电视机前的人 我们反思一下 第一个细节 当这位先生 说出了自己有两段婚姻 并且两次都是丧傲的时候 他对面的女士 做了一个 可能下意识的 并不代表恶意 但是下意识的 做了一个表情 同时看了一下 台下的女儿 这一瞬间 大家可能都在想着 某些东西 为什么这个男人 会有两次婚姻 而且两次婚姻都是丧傲 那么这可能就跟我们 平时说的一个 刻与不刻的 有关系了 这可能是人的一种正常反应 那么这些东西 会不会影响到 这位先生将来的选择 或者被选择呢 我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提出的相亲的条件 有人提出的要找的对象的条件 与自己极其不相符 用编导的某些话说 这句话很难听 但是我把它说出来 叫做似乎在第一次婚姻中没有开湖 准备湖店吧 人有这种的心态 我们这个棚外边有一个管棚的一个老师 就是老林 有一天他跟我请假 他说庄老师啊 我得回趟家 回趟老家 我说你干嘛去 我收麦子去 然后我半年没看到我老婆了 我得回去看看我孩子 看看我老婆 就他说这句话的那一瞬间 我会感觉到 也许他对于家庭的需求和幸福指数 远远高于我们很多很多的人 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他也知道他应该怎么过 他在这儿待半年 就每天打扫这个棚 然后换这些景 他活得很幸福 很简单 我们很多人 可能就是因为脑子中会对很多的东西 比如这位先生的两次婚姻中的两次丧 是不是就会附加上某种东西 贴上一个标签 他我可能不能选 我得想想我自己 所有的这些东西似乎都在干扰着我们的判断 干扰着我们去做一个最终选择过程中 使自己给自己一个幸福的机会 而这位老婆也是比较细微的地方 一个是说谈到将妻子涌入怀中 说明她的那种情感的细腻 再一个当时太太想吃馄饨 家里冰箱里有冻馄饨 但是她说买一碗馄饨 它总比冻的要好吃吧 其实这个男士 他经历了两次婚姻之后 他更知道怎么去疼爱 自己所爱的人 我和您说 您这个来之前看到了 我们这位李老师的节目 对 是吧 这个李老师当时呢 应该说这期节目非常受欢迎 但是我好像记得后面接花了 那我们一会儿来问一下 后面情况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一段 当天李老师这期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二号李嘉宾您好 您觉得他这歌唱得怎么样啊 挺随意的 林家大叔的感觉 直接给你整了林家大叔的感觉 我五十一块五十二了 晚上五十二了 妈呀你俩的年龄也差不多呀 差不多 您别怎么说呢 您唱一句 一半三更游 盼天宁 盼东南月游 盼春风 我要盼得游 红尽来 你上海边游 你上海边游 走 别了我 走 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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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两位 来 你到这边来 恭喜两位 选择成功 大点声 大点声 哈哈哈 哎呀 您好 表现非常大方啊 其实那天那位男嘉宾非常喜欢你 后来出去以后 我出去的时候看到你们一块离开的 是 是一块离开的 见面了吗后来又 后来见了一次面 我就了解了了解 有点不太合适 是 说实话我们这里接这个花只是给大家一个相识的机会 对对对对 如果有别人更喜欢您也可以来竞争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 呃不是特别合适 对场上这位先生影响怎么样 挺好挺好挺不错的 龙哥是吧 龙哥 挺好的大哥的感觉挺好 您是不是当时看他这节目觉得他也不错呀 嗯 因为这个节目我当时是不是说坐在家里看嗯 是应该在单位就是扫了蜜眼李老师 哦你们单位放我们节目啊 对对对 他们有时候也看 呃李老师当时正好赶上他唱歌 就是才艺展示的这个环节 所以他唱的时候当时就让我心中一震 因为我第二任棋子也是音乐老师 哦 他钢琴弹得很好 舞蹈也很好 天哪 所以就好像有一个共鸣点 嗯明白了 我觉得你上次吧没没找合适的主要那歌没选对 哈哈哈 你想夜半三更哟 哈哈 看天明 寒冬腊月哟 看春风 所以你应该弄一个爱情歌曲 来一个 来一个 对啊 我我想选一个那个 呃我和你邓丽君的 来讲声欢迎李老师 您行吗 你好 一起唱啊 哎呦我嗓的不行 不行啊 不行啊 我只能欣赏 我忠心的 谢谢你 让我忘了烦烦和忧郁 如果没有你 他可能也属牛的 我属牛的嘛 我比他大一轮唱的挺专业的 从咱们那个欣赏这个角度来讲啊 这就是很很很不错 中夏夜里面面细雨 你曾先来愁苦酒 偶尔想对应几种 我的平凡岁月里 有两个年轻 有两个年轻的充满火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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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段了 就一段吧 我觉得那个两个都唱 唱混了感觉 是吧 它这个是北国之春的音乐 所以有时候我一唱 词给忘了 是吧 您就应该唱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奴声练曲了 什么康敬琴歌了 什么什么奥包相会了 什么什么什么 有奥包相会的了 马老师奥包相会 十五的月亮 上上了天空有 好英语的 待会我还要拿着琴 我觉得我在商场 特别压力特别大 我们在尝尝这歌 也回忆一下气氛 好 她也找一个高音书 要不然你叫一个 这美丽的姑娘有 你为什么 还不早来有 您等会 白老师要唱 只要哥哥你耐心等待 再笑你 挺好 行 谢谢白老师 谢谢白老师 您请坐请坐 那个刚才我在观察您 这个龙哥啊 龙哥第一个头 打着小节拍 嗯 毕竟守了这么一个音乐老师 对啊 熏也熏出来了 对那您熏一下呗 熏我们呗 不行 您来两句吧 真没有这个才艺 真的 一点都不行 一点都不行 没关系 您不是不会吗 我们二号女嘉宾会啊 来二号大姐 你好 听说您能歌善舞 能拉善谈 是这样吗 不不不不是的 我是那样 我这个我是喜欢手风琴 嗯 也没经过专业老师的培训 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学 最后我就在家里头自己 就拉起来 自己扒拉的 嗯 那可以啊 职场完全都不正规 我倒是学了六年 到现在一个曲子也不会拉 来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小星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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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着琴您就别跟她们握手了 来 我来 来 那个 哎呦这琴好漂亮 我就站着就可以 站着就可以了 你给马老师个面子 把她搬了半天了 自己坐一下 谢谢 这琴好新呢 就是新买的 新买的 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是吗 山楂树 哦 山楂树啊 那您不用坐着是吧 马老师 再搬接一下 我这还是多少年前 这七几年呢 拉过呢 那不是特别讲的 这宣传队啊 我在宣传队里边 待了这么几年 瞎拉 就这么点拉 跟我的水平差不多 我想知道 你这个 没学过 你昨天怎么找的被子呀 这个被子 因为是看到那个说明 自己随便找的呀 拿过琴来以后 当时放在家里几天 那我特别的着急 不是 你现在这左手会弹 导乱米发扫拉西吗 你看他他还找不着调呢 跟什么人学过 那是童子宫 你这就自己瞎转的这个 就没有功底了 他这都是瞎转的 这都是 所以说他拉不出个调来 这个山楂树 是为今天练习的吗 也没有 当时我买下琴来以后 没多长时间吧 我就会拉很多的曲子 就是一气呵成 就拉了很多曲子 就有一首曲子 我会拉会唱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表现不好 特别紧张是吧 对对对 没关系 您放松的时候 咱们再来了 好吧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二号女嘉宾的基本情况 二号女士 赵金秀 53岁 李懿北京人 事业单位载编人员 选择语录 找一位正直 善良 有品味 有一定学识的男士为伴 你北京什么地儿人 西藏 我在前门 您在前门附近啊 哎呀妈你俩是邻居啊 确实 希望你们能够交流愉快 开 始 嗯 离我那儿不是很远 啊 对 22路嘛 22路从我门口过 然后西藏拐弯到你了 我不知道你啊 反正我是无车一族 嗯 所以我是骑着飞行车 多好啊 满城跑 像您这些呢 我们羡慕的不得了 是吧 马老师每天从 王府井经常走到这儿来 他经常 我不是他喜欢走路的 对啊 我经常去办公室是走着去 对 办公室在北师大 我住在东丹 嗯 那也好远 走到北三环 差不多两个小时 来继续 嗯 好 你有孩子吗 我有 我有一个女儿 我女儿二十八岁 八十四 大婚了吗 没有 她好像不太积极 搞对象她也 到现在也好像也没有对象 你着急吗 我是很着急 那你怎么不把她带来呀 我觉得我吧 不是 这种事吧 就不是特别 哎呦 我觉得我爸 这种事吧 你平时就常说话吗 我站走起来 把你姑娘带来 没准 之后你没找着 你闺女找着 咱也行啊 因为我来这节目 也没跟孩子说 也没商量 跟女儿关系怎么样啊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我从来就是 不敢说这些问题 不敢提 你女儿会不同意吗 不会的吧 我觉得这种事 最好还是别牵牵扯孩子吧 哎我还第一次见到一个 53岁的女士说话 是这样的状态 好吧 真的呀 嗯行 我学的像吗 我没那么温柔 我的这个脾气性格吧 可能是多年就正养成的 有的时候 别人提醒我的时候 我会注意一下 但是一会儿不知不觉的 可能又 你不用注意 真实 多好啊 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嘛 对啊 你看那个李老师 他想这样了 他还不能这样呢 对不对 李老师我特别喜欢 是我也特别喜欢 对 关键是咱俩喜欢也没用 对对对对 希望他 希望他早日能够找到 这个心仪的伴侣 他也希望你能找到 心仪的伴侣 好谢谢 谢谢 多温柔啊 你要了咱们想说 还不会说 有些女人 有些女人她就是 表露出自己是个小女人的那种形象 刚才我听她说话 就有点小女人的那种意趣 给大家唱一段雪荣花 雪荣花 这是跳舞的一个经典曲 曼华尔兹唱的不行 唱的比李老师差 另外一个她不是卡拉OK 她这带有表演性质 就肯定紧张 你紧张这个气 用的不好了就 谢谢大家 我还是舞台不行 表现力不行 你主要是被李老师吓着 怎么看出来了 亲爱的李老师 你今天来呢第一相亲 第二呢给二号女嘉宾 带来巨大压力 不是不是的不是 我挺欣赏那个那个雪荣花她的那个这种花的 天啊 说不上来了 这种顽强和这个坚强的这种精神 真凡人 你们别笑 讨厌韭菜姐 你干嘛呀 我的嘴笑呀 真是的韭菜姐 你自己还没嫁人 你还笑我 我在想啊 是不是男人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性格呀 特别温柔 嗯 温柔有很多表现方式 对我这个不属于 不不不不不 您这个也是 温柔的一种 真的 您对我们这个二号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实际性格啊 好像比实际年龄更年轻 她的性格像15岁左右 那倒 没那么夸张 是是 因为我的那个智商不高 不是 不是这意思 我我我我我我真的连大家都听着我是这意思吗 那个这个王芳虎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的确是这样 我我我就是好像就是不够成熟 你什么年纪还不成熟 都五三了 你还不成熟 她什么能成熟 这书画这个温柔的这个这个状态 我喜欢 有女人味啊 好像自己觉得 来二号男嘉宾 大明哥 你好 你好 对这位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我挺喜欢她这声音的 哎呀 大明哥 等会您上场来 我一定用这样的声音采访您啊 谢谢 他们说我这人吧 挺多优点的 缺点就是太爷们儿 一点都不温柔 所以我得向她学习 你对这位先生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人挺正直的 好 她即将离开现场 什么话对她讲吗 祝您选择成功 好 谢谢 好的再见 好 再见 可能有些人是有忌讳的 包括我的朋友 都曾经说过就是第二段婚姻 不要去谈它 就是把离叶翻过去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我第二个妻子是不公平的 她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 一号女士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立的 也比较自强的女性 虽然婚姻不幸 但是她后面的人生走的还是很好的 二号是一种小鸟依人的女士 她希望有一个坚实的肩膀 能让她来依靠 观众席上的那个李老师 您今天见到了 您觉得跟您上次看感觉一样吗 应该感觉是一样的 可能我跟老师这个节点比较有缘吧 因为我前任都是两个都是老师 您什么时候离异的 我是02年 11年前 对 11年 整整11年 你们的婚姻原来幸福吗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挺幸福的 但是我们这个当时的幸福 没有受到就是她家家庭的影响 因为她的母亲从第一次见到我 就不喜欢我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那这是你们离婚的主要原因吗 她总是不喜欢我呢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总会挑毛病吧 也是多次主张让她再找对象 就这样 有的时候当我面也会说 你就不要她 就是那样 你们最后离异的时候 她真的在找对象的吗 曾经有过女人吧 到我们家来找她 大过年过节的 有的时候就要过来 她就打电话 就说你别来了 怎么怎么样 虽然她是在电话里讲 但是我能够听得到 离婚的起初是她跟我 我们都曾经赌气的时候 这样说出来 对于我来讲 可能以前说只是一句气话 我肯定丢不下这个家和孩子 我就觉得家里的这些工作 这些一个 就我要是离开就没有人干了 逆来顺受 这是任别人摆不嘴的命运 像这种婚姻的话 就说已经伤到了你的自尊了 这种婚姻就没有委屈下去的必要 离婚是她提出来的吗 最后离婚的时候是我提出来的 因为我工作那时候 就是她不让我出去工作 她在哪工作也不告诉我 她这么多让收入也不告诉我 她不应该对自己的老婆这样 那要这样的话 那我是女的我也跟她离了就 那个时候离婚之后 女儿是您带吗 女儿是她要求 就是必须得给她 就是先决条件 后来离婚之后 你跟女儿就是天天见吗 嗯 离婚以后她不让孩子见我 不让见我也就没见 几年没见 我也想不起来了 离婚以后我就赶紧找工作 全身新的投入工作 那你不想女儿吗 当然想了我也不敢打电话 因为那边就已经有 有女人已经住进去了 那你有什么不敢打电话 你看你女儿这不正常吗 我看女儿她也说不让看 她说不让就不让啊 她说不让 我也没那个心思在那个什么 所以她缺乏就是 这种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的这种意识 从法律来讲她是有探视权的 对吧 不是说你孩子画给你 就是说法律上判决归你抚养 我就没有探视权了 这个不是你婆婆或者丈夫 前夫能说了算的 我们孩子刚应该是盼她爸 那我就上学校去可以天天去看的 也有人不能去看 你的孩子怪你吗 那么长时间不去看她 她不会怪我的 因为她知道我心里都是有她 反正就是我觉得有些 这个女士的讲话 我有些 好像觉得不可思议似的 就是别人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 我觉得就是说您的表现 可能跟大多数人的这个 方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太一致 我相信您是想了很多 您是担心孩子受委屈 宁愿把所有的委屈自己来背着 或者说找一个亲密的朋友去描述 自己的那种心情是一个状态吗 我离异以后也没有说跟我们家所有人都说 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离异了 反正也跟我说 要是像这种情况说的 你尽量的就是别去干扰他们 因为由于你的出现 到时候他们会对孩子不好 您看其实您这样的一种状态 得到家里人的一个支持 本来您就很犹豫 对您来讲就是您的性格状态 就是最好也别去打扰他们了 反正离了就离得干干净净的 我别去打扰他们 好容易跟家里某一个人说了 说完之后他们也支持您这个态度 所以其实您是一直挺压抑自己的 是这个状态吗 对 我这个人为人处事总是多考虑别人 很少考虑自己 他就是说缺乏那种自我 所以他要碰上一个好人 他会很幸福 但是他碰不上好人的吧 我特想知道您跟您的一个前夫怎么认识 80年是81年的时候 是在那个一个商场里边去购物 那个商场呢就是有那个特价商品 出口转内销的产品 又便宜东西又好 大家都买 结果我挤不进去 我就在旁边那看我特别想买 结果后来他和一个他的一个朋友 完了呢看到这种情况就主动想要帮我 但是买完了东西以后麻烦了 他跟着我还跟我聊天 他吓得我简直不得了 我说这东西我不要了 你拿走吧 他就是有点特别恋恋不舍的 后来就眼泪把这流下来了 就是说 他哭了 他哭了 当时我就觉得他是好人 当时就觉得他是好人 我最后就觉得也挺同情的 大概过了有几个月吧 忽然间想你这个人挺可怜的 我想呢在安慰他因为哭了嘛 后来完了结果我就给他打了这个电话 打一个电话以后 因为他特别兴奋 结果呢他说的简直就前一阶段的时候 就天天都睡不着觉 就天天要在等我的电话 他比我大将近六岁 完了结果呢他那么大了呢 人家的孩子像他那么大 人家的孩子都都满地跑都挺大 他还没有 我就有一些同情 你也挺可怜的 对对 就可能第一次见面可能没拉手 反正不知道第几次以后吧 就手手拉手了 嗯 这时候在我印象当中就认为 就是就不能变了 听了这段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担心 对您 就是刚才您说您说您智商不好 我觉得您智商绝对没问题 您是情商问题 您是情商 您到现在为啥觉得那人可怜的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咱们不您的毛背 我相信您的问题可能存在一些 问题偏小一点 这咱们都不说了 所有人都能看到 我担心的是待会 不是待会 不是说二号 您在生活中过两天又碰一男人 那男人又掉眼泪了 而且四十比您大十岁 然后更可怜 您又嫁给他了 问题是您不能重复 您这个性格很容易被别人利用 您的性格这种 如果您真像您所说的这样的话 那么一个男人很容易操纵您 那么这个男人操纵您的时候 您所有都是逆来顺手 甚至能受到说我不见女儿 甚至说那男人跟您说什么 我怕了 我怕了我就照他所有的行为去做了 那我的天哪 现在电视上看到这节目的很多人都动心了 因为这人太好骗了 我的确是挺好骗的 真的是因为我吧 你别这么说 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为什么好骗 可能是因为我这人吧 思想没那么多复杂的就是 大姐您也不好骗 您离婚多少年了 十一年 十一年还是没人骗的 这也说的您不太好骗 他这种性格就是说 太容易被人驾驭了 他完全靠命运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遇上好人他会很幸福 否则的话 他太容易被男人驾驭 其实您一上场的时候 我就在想 虽然我真的手风琴拉的特别特别差 到现在一个曲子不会 可是我知道手风琴是乐器中 一定要有老师正规教的一种乐器 为什么 就你自己摸索是很难摸到 可是他愿意自己去摸索 就是我愿意按照我自己的路子去摸索 您其实拉开的第一个音 我想李老师应该能听出来 第一个音和弦就是不准的 就是从这个专业的事情来看 不能按照你自己的一种规律 我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规律 无论是拉琴还是找对象 都是这样 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已经准备很久了 掌声有请 您哥好 您好 您好 妈妈 庄老师 您好 您好 您回头你说 您见过他是吗 没有 您这表情好像见到一个老朋友似的 姑娘 您可说了 刚才你当时所有电视观众 你说 明哥上来之后 你将用这位女士的口气来采访 哎呀 明哥 今天来这开心吗 挺开心的 您觉得我们这节目好吗 有点受不了 这个我以后都真的喜欢 不是你这样很好 不是 男人一般喜欢这样 是吧明哥 其实看明哥脸头了 但是因为做老婆可以这样 但做主持人实在不能这样 我还要考虑大多数女性观众的心情 是吧明哥 刚才她没出来 我听她的声音 她的声音好柔和呀 人也好柔和呀 又简单 可以 你想骗她吗 拿张纸巾一会可以擦眼泪 如果您想让她动心 您也可以尝试一下 我今天 我来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说了 怎么了明哥 就 不争气 我不争气 不是这个我 我说什么呢让您 不争气 我女儿跟我说了 你到那儿 你跟别人 一来又流眼泪流眼泪 两来流眼泪的 你跟家流完了 你就别上这儿去了 您在家里经常流眼泪 触景生情啊 您这样一哭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哭不哭 好 我们看一下二号男嘉宾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唐大鸣 北京人64岁 丧偶 我是一名公务员 已经退休了 我呢刚体检完身体尚好 我自己有车 有自己独立的住房 我兴趣广泛 爱生活 有情调 我想通过选择栏目组 寻觅一味 内心阳光 性格开朗 有包容心 年龄在55周岁左右 有固定收入的女士为伴 共同走完 人生的后半程 去迎接新的生活 我说六耳朵了 没看见六耳朵了 我感觉第一个形象好不好 你觉得呢 也是第一个 您会觉得年龄稍微有些大吗 有一些 像这位女士的年龄我能接受 那是 我鲜花我准备献给她 准备献给她 您觉得这个女士很好 这个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听了她的故事 我觉得 我倒不想让她逆来顺受 好些事情呢 应该学着自己做主 您这么早就把您的结果说出来了 本来我们观众心上好几位喜欢您的 现在人家也不会说了 你不后悔吧 我这岁数无所谓了 喜欢不喜欢 只要是有喜欢我的人 我就心里边很高兴了 嗯 我觉得您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位先生 一个法院的法警 了解一下其他性格 好不好 嗯 您有什么话给她讲吗 抓紧时间说 希望你选择我 现在后面那句就更好了 我会给你幸福的 我一会儿会想说几句 你献花的时候再说 好 谢谢您 好 休息一下 好 李嘉宾 不光是在这些 这个婚姻上很容易会被别人骗 而且呢 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 很多方面都很容易被上当受骗 因为别人说什么 我都认为是真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 就是有的时候 需要别人来给我做着 或者是 需要一个肩膀 对对对 刚才二号男士等于是没有上台之前 就表示了对你特别印象特别好嘛 嗯 那你自己当时听了什么感觉 我听到我觉得是感觉挺好的 认可我的这个形象啊 还有这个人品呢 可能比较认可 我想要如果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话 可能会牵扯到很多方方的面面 嗯 不是说单纯的就是 嗯 一个方面就能够达到和谐 法院 法警这个职业很辛苦吧 还行 那您需要去抓坏人吗 不用 咱们国家的警察系列呢很多 嗯 其中法警算一种 算其中的一个警种 公安局呢属于抓 检查院是批 嗯 法院是审 我们是提押解送 就是从看守所拿过来 哦 然后押到法院去审 审完了以后 然后再给送回去 嗯 还有些查封什么的 都需要法警去 法警他很有水平的 不管是公安的还是法院的 记住这些人都非常精明的 您想找一位前半生经历过魔力 说明您自己认为自己前半生也经历过魔力 上山下乡了吗 对 八年 在哪里 新疆 我们知道新疆这片土地非常美丽 但同时也很艰苦吧当时 当然了 我们根本就吃不上什么那个正经八百的粮食 所以就是说前面经历了一些魔力 嗯 然后回到北京之后呢 在即将老年的时候 又碰到老伴这么一情况 他是哪年走的呀 去年这时候 哦 整一年了 当时之前他生病很长时间了吗 啊 一零年吧 嗯 一零年我是退休第二年 他就突然对家里的经济状况 特别有一种紧迫感 其实啊 说起来我们我们的收入真是不低了 可是他这个人呢 本身呢 就是搞会计工作的 所以说对数字 有那种那种直播的那种感觉 嗯 总觉得明天要有事儿 今天这个钱就不能花 总是有这种感觉 慢慢卖干 就有一种焦虑的那种症状了 嗯 开始呢就睡不着 睡不着了以后呢 吃不下去 我觉得他好像心里都想不开 总是会 就是那样很 他总是把好事情 好事情也看的特别是不好 他就负面的东西比较多 有一次2011年10月份 我俩在做饭 女儿一会下班 他让我出去 非得让我出去买 买韭菜 是买香菜 买香菜 非得让我出去 我到楼梯那儿 电梯我等一会儿啊 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就返回来了 我开个门一看 他在阳台呢 他正在望上八尺 他不好上 嗯 我就赶紧跑过去了 我说你干什么呀 他说我太难受了 当时那脸色特别难看 嗯 我说咱们有什么不能说呀 难受难受 我说你哪人受 他说我说不出来 我后期呢 我也是没意识到这点 我对他的这种那个态度也好 还是那个爱护也好 我也是慢慢的 好像有点不耐烦了 嗯 他就经常后来就经常的那 给我讲 我在耗时间呢 我说你说什么胡话 就在侨病的这个这个期间 头天晚上我俩还去公园去 去去去那 六弯呢 六弯还说这个事呢 第二天早上起 他说他上他妹妹了 义无反顾的就走了 今天我女儿来啊 不让我说 不让我说 我觉得我来了 我既然来了 我应该讲实情 对 其实有人安慰他 可能我想他不会的吧 对 他今天不会免费可能还发生 抑郁症呢 他有一些想法 比如说我死了别人 会生活的更好 他觉得拖累别人 那么我死了别人 会活的好一点 我们也不能要求说一个家属 去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 去用更多的方式去面对他 因为我们不是干这行的 郁医症把他长得郁闷了 我觉得他会不会有缘氧啊 很大 当时您知道这个事的当天 特别难受 当天我还比较淡定 就是过后我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 我触景生情 几乎那前半年吧 每天都要 都要以泪洗面 后半年呢 同学们啊 老同事们也跟我说 你得走出来 你不走出来 我说走怎么走啊 就是往前走一步 他说 嗯 就是往前走一步 所以您就来到我们这里了 我 不是 我是春节过后啊 我才看到有这么一档节目 还是经过我们街头 合着之前您都没看过我们节目呀 没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这个节目 9点40以后才开始了 就是我原来老母 您说我啊 倒点吃饭 倒点睡觉 就就这么一个人 就是比较有规律 那您是不是为了我们这节目 推后了您的睡眠时间呀 现在可不是有点吗 有点 没事 那个为了让您的心情更好 我以后让他们再往后挪挪 后来我才知道 又知道了 每天上午才有 前两天又知道 每天下午也有 我说 我说这个事 我说怎么 就分阶段的告诉我这个事啊 对啊 还不是一个人跟我说的 可是时间不好说 嗯 有时候是1点58 有时候是2点多 早晨那时间也不 也有时候也不确定 所以您就他那是看晚上那个 对啊 没准 所以晚上那时间呢 有时候啊 前一日的录的那个 从美国回来那个人 就他这录了三天是几天呀 我说怎么天天是他呀 我说我想看个别的呢 哈哈哈 您上网看啊 怎么说呢 我这个网速也忒慢点 哈哈哈 我女儿让我换 换电脑我也 我也懒得换 您别懒得 您从现在开始要谈恋爱了 您赶紧积极点吧 咱得往前看 您说是不是 是不管怎么说 今天我说这些事情呢 我已经 我已经不是很悲痛了 对非常好的进步啊 来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您好 我不是见过吗 没见过 第一次 我怎么觉得好像很面熟啊 您好您好 欢迎您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大老您好 您好 您好先生 这个今天给自己穿了一件 很有生气的衣服 对绿色的 绿色代表春天 代表希望 谢谢 对他印象怎么样 不错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女嘉宾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高峰丽 今年58岁 李懿 我有一个儿子已成家 我的性格开朗活泼 有责任心 我想找一位有素质 有修养 爱我 有责任心的男士 走过后半生 比较好 比较亮眼 应该是 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 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我其实看到您这个发型我就在想 估计以前当领导的 主要是管业务这方面 管业务 你们是哪方面的公司啊 我们主义装饰 装饰 也就我们家装修房子可以找你 没问题啊 可以啊 可以啊 能搭点折吗 可以不要钱 不要钱 哎呀 你家装修房子吗 装装修完 你看你早点来多好 我家装修完 我准备给他扒了 重新来一回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您是管装饰装修的 对对对 您想要搞业务的话 更得利索 我这人主要就是好干的 今天来到这里 您希望找一位什么样的 我想找一个就是温柔 温柔 温柔 对温柔一点的 温柔一点的 像马老师那样的 有含养 你先洗澡啊 还是先吃饭呢 有含养 这有好就行 这也好一点 然后有涵养的 对对 您对我们这位女嘉宾 第一印象怎么样 这一般话呗 都是说的已经挺好的 我这说的是 一般人说的 都是挺好的 刚才这个女嘉宾说的 不是挺好的吗 都是这么说 那您的意思是他一般话 不是挺好的 就是一般人都得说这句话 咱们明哥喜欢 小鸟一人呢 这位先生现在基本上 已经选择二号了 您还坚定刚才的选择吗 应该吧 不换了 不换了 好的 再见大哥 大家都在劝我 说走出来走出来 如果现在我的生活里边 如果我要出现另外一半 能恢复到我以前 跟我老伴那种生活状态 可能我这个情绪呢 呃 这个这个表情呢 你们所看到的 可能就不是这样 您等于是在没有上场以前 对这个二号女士 就很肯定了 很认可 我当时一听她说这个话 我就觉得 她这个语气我特别喜欢 为什么呀 柔 特别柔 你喜欢温柔的 我喜欢温柔的 什么时候离异的 我是 九一年 二十二年之前 对 你离异的时候才三十五六岁 对 没有再碰到合适的吗 找过 交过一段时间 她也是离异的 那闺女老是亲着 就说想让她爸跟她妈复婚 后来她们俩复了 最后我还成家来复婚了 你们交往几年啊 交往有三四年吧 可是呢 那个时候对您伤害多大呀 当时是接受不了 当然了 接受不了 可是终究她有孩子嘛 我那祝福你们 你去跟一个有共同孩子的人去竞争 你很难竞争成功 因为原配夫妻 对吧 孩子是她情感的纽带 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不是说遇见什么事 从来败点 您知道吗 就有的女人就亏在这太坚强上了 就因为你太坚强了 所以人家觉得伤害你一下呢 反正你也能挺过来 因为你太坚强了 也可能跟我家庭生活什么的 都有关系吧 您的家庭生活什么情况 我是七八年 七八年结了婚 根本没有感情的 因为是我的姨给介绍的 老人的乐意呢 也没有办法 我说那行 就这么强迫就是结婚了 有孩子以后呢 他什么都不管 对家庭一点不负责 我一样年轻嘛 什么都不懂 在月子里呢 就洗了三四澡 而且月子整个是自己 什么给孩子洗戒的什么的 全是自己一个人 他也不管 孩子就是在四岁时候 病挺着 病挺着 发高烧 发高烧呢 我说让他去带孩子气候病 他也不管 对孩子一点也不负责 对家庭也不负责 他的母亲呢 得病 又是糖尿病 也半成不随 我本身那时候 我体重才八十多斤 还带着孩子 我这呢 又伺候老人 天天还喜涮 给老人喜涮 他也不管 就跟那不懂事儿的事儿 就跟那孩子儿 什么事儿都不懂 就好像说 就他一个人似的 没结婚 他老是这样想 我一个人就没结婚 老是那种 跟孩子似的 没法跟他生活 这么着我们在91年呢 提出离的婚 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 结合的时候 就没有感情基础 就没有感情可以说 那你的婚姻肯定 很多 缺少很多实质型的内容 双方都会有一种 飘的感觉 离婚以后呢 这孩子也盼着他了 孩子为什么给他呀 他要嘛 那个 孩子自己愿意跟爸爸 嗯 他也愿意跟他 因为我也事儿 特别多 但是我每月给孩子生费 是上学校去给孩子 嗯 是那这儿给500 后来呢 上中学以后呢 我每月给孩子1000块钱 91年给500 这应该算很高了 啊 那这儿有我们 正的 正的还可以吧 或者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其实在那段婚姻中 因为您特别能 更发责 判断 这儿 那边 用 为了 他 给了 找 是 很 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有句话只能自己来说 年轻的时候 我们为了事业 为了工作 忙着顾不过来家 到老的时候 想起来 我得有个家 21年啊 您没有找一个人 或者您说了 您找一个人 可能那个人 人家又回去 过自己的生活了 那么21年来 我们难道真的找不到一个人吗 找得到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人 就不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的样子 而这些 我们无助于别人 无法求助于别人 只能求助于我们自己 如果让我给您提点建议的话 我觉得您前面这58年 很坚强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您要换一种方式 就是说 除了坚强以外 还得柔软一点 您就把自己变成 我虽然这个坚强 但是我不是一块钢 您得把您柔弱的地方展现出来 这样便于您 更快地找到另一半 好 那咱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最终选择了 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能成功的 请上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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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最终 谁拨弄了男嘉宾的心弦 会好起来的 希望你有信心 精彩 尽在明晚的选择 我是旦 我是旦 我单身三年多了 我是小迪 我希望赶紧把自己嫁出去 我是王波 我一直在